所以如果人们不相信我 如果人们不喜欢我 那就是他们的失败 他们不会赢得到奥运 谢谢大家的支持 古爱玲冬奥成功夺冠摘金 在客观上是否也等于 直接把目前状态欠佳的注意 放在了更猛的舆论烈火上制考呢 稍早古爱玲还更是 直接在社交媒体上点评了注意 另一方面古爱玲的夺冠 更是激起了新一轮的花样认清大赛 中西媒体则更是相互指责对方 眼酸羡慕嫉妒恨 而在网络之上 更是疯传古爱玲的爸爸找到了 是谷歌的5号员工 现在是一名房地产大佬 这一期 霍尔街交点关注 北京2022冬奥会目前 最火的运动员古爱玲 北京时间的2月8日 在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决赛中 古爱玲拿下金牌 这也是历史上 首媒滑雪大跳台的金牌 霍尔街电视特地回看了这场比赛 之前的资格赛 和这场比赛的决赛 印象深刻的其中之一 就是古爱玲在资格赛 第二跳失误之后的轻松状态 能够在后面的决赛中摘金 相信古爱玲在这次的比赛中 拥有一颗大心脏 或许是中国代表团中 人气最高的古爱玲 自然也获得了中国官媒的热烈庆祝 而另一名从美国回到中国 参赛的运动员朱毅 却因为场上失误 遭遇网络愤怒声讨 中国花样滑冰运动员朱毅 在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团体赛中 多次摔倒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 她在2月6日的首秀中未能成功完成动作 中国队无缘奖牌 而在2月7日的第二场比赛 她摔倒两次受到了更多批评 2月7日晚 美国媒体Insider在社交媒体平台Instagram上 发布了一张中国花样滑冰 女运动员朱毅累撒 北京冬奥会赛场的照片 并写道 在冬奥赛场摔倒之后 放弃美极 而代表中国参赛的朱毅 正遭受来自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的攻击 谷爱玲的Instagram账号直接在评论区 声援她的队友 说作为一个真正使用中国社交媒体的人 我想在这里说 90%以上的评论都是积极和令人振奋的 这是运动的一部分 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 注意目前不佳的竞技状态 华尔街电视之前的视频也有说过 在2月6日的团体赛女单短节目中 注意发挥市场出现了失误摔倒 之后又出现了起跳踏空的失误 总分仅得47.03分排名垫底 而在2月7日的上午 在花样滑冰团体赛决赛女子单人滑自由滑的比赛中 注意第一个登场出战 开滑不久 注意就出现了两连摔 即摔倒之后 注意在一次落冰之中也出现失误 之后注意调整好了自己完成比赛 最终获得91.41分 中国队最终以第五名结束比赛 但也创造了中国花华团体的新历史 再说回谷爱玲夺得金牌 一场花样认清大赛或许也将进入大家的视野 在华尔街焦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 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根据一个叫交通运输部离退休干部局的 中国社交媒体账号发文 称原来谷爱玲的姥姥是 交通运输部退休干部冯国珍 原交通部提改寺高级工程师 在2019年6月 从小出生在美国的谷爱玲 放弃美国国籍 正式加入中国国籍 用他个人社交媒体中的原话是 中国自由市滑雪运动员 谷爱玲报道 满满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跃然纸上 每次提及 他总是说自己是回国 从小在美国生长的谷爱玲 之所以对中国有这么深厚的感情 和姥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外孙女谷爱玲出生之后 冯国珍就前往美国 开始照顾外孙女的生活 她非常注意对外孙女的教育 始终坚持在一点一滴中 发挥自己言传身教的作用 从小教 外孙女说汉语 吃中餐 给她讲中国故事 每年夏天 她还坚持带谷爱玲 回北京生活一段时间 让外孙女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 这也是谷爱玲始终在内心深处 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弟弟道道的中国人 一个北京胡同大妞的重要原因 获得金牌之后 离退休干部局 委托冯国珍老同志所在的洋房店 活动时第一时间联系并通话 代表局党委向她表示祝贺 感谢冯国珍作为交通人 为中国培养出了一名优秀爱国的新时代青年 大家都为她骄傲 再次祝贺谷爱玲为国斩获冬奥金牌 期待她未来更加精彩的表现 而关于国外灵夺的金牌大战的一场舆论纷争 也正在展开 另一方面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推特上那些支持中国的账户 正在大量转发标签名为 种族灭绝游戏的标签 试图用大水漫灌的方式削弱这类标签 对于2022冬奥会主办国的批评 以及对北京奥运的抵制 研究人员表示 许多账户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动化的 就是我们俗称的僵尸号 过去一段时间 人权倡导者和西方立法者使用 种族灭绝游戏的标签 来提高全球的人们对于新疆的认识 新疆是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地区 当局对包括维吾尔穆斯林在内的宗教少数群体 进行了强制童话工作 从上周开始的北京奥奥会之前 新疆已经成为了批评中国政策的焦点 在2021年10月下旬开始的一场活动中 大部分自动化的账户也开始发布类似垃圾邮件的推文 也加入了《种族灭绝游戏》这个标签 这种被称为标签泛滥的策略通常旨在削弱流行标签的有效性 以便其他搜索该术语的推特用户看到大量不相关的内容 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推文 这些僵尸号通常会转发与新疆或中国完全无关的话题 包括爱情和国家足球联赛 根据克莱姆森的研究 有70%的推特《种族灭绝游戏》标签的账户的关注者为零 《环球时报》新媒体一篇文章叫《古埃林多金,他们要酸死了》 列举了包括美国福克斯新闻网 美国新闻网站Axios 纽约有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等媒体对于古埃林的报道 认为美国媒体阴阳怪气的说 美国出生的古埃林为中国拿了金牌 并认为再多的文字恐怕都没有古埃林夺得金牌 更能让这些人脸疼 但读新闻并不是看段子客观描述才是最重要的 最直接能体现的也是最绕不开的话题 就是古埃林的国际问题 事实上在面对记者提问中 古埃林已经有多次面对国际问题避而不答 这一点相信不同的人已经有各自不同的解读和理解 而随着古埃林拿下第一块奥运金牌 关于他的一切自然受到更多关注 这也包括他的身世 其母亲古艳在各种报道中出现较多 其父亲却一直隐藏在暗处 没有任何公开报道指明他的父亲是谁 只知道他的父亲是哈佛大学高材生 但是随着古埃林在冬奥会人气越来越高 一些迹象开始显露 2月5日 一名叫雷希尼的男子在脸书上更新了自己的头像 是他抱着一个小女孩的合影 他的朋友在后面留言 谁能预知这小女孩是个未来巨星 这不是古埃林吗 她是个滑雪机器 有位朋友的留言几乎揭示了真相 那不是你家的那个女孩吗 现在变成了滑雪名人和跨文化大使 有位叫Lisa Ying的朋友 则在今日留言中写道 恭喜埃林获得金牌 那么这位雷希尼到底是个什么身份 从他的脸书上的个人介绍可以看出 他曾在哈佛大学学习数学 曾在谷歌担任软件工程师 拥有一家名为大乔治风险投资的公司 那么这位雷希尼在谷歌是什么资历 美国杂志名利上有一个2018年的报道称 雷希尼曾是谷歌的创业员工排在第五号 离开谷歌之后 雷希尼成为房地产开发商 拥有房地产开发公司 大乔治风险投资公司 而谷爱林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 当别的小朋友因为胆气而哭泣时 我翻着跟头从山坡上滑下来 我四岁时就可以和妈妈和他的朋友雷希尼一起在树林间的焚雪里滑行了 各间在谷爱林的滑雪启蒙之路中 雷希尼起到了重要作用 雷希尼是谷歌最早的软件工程师之一 也是最早离开谷歌的员工之一 他在大约IPO前的18个月就已经离职 而根据Cnet的介绍 雷希尼是谷歌第一位财务自由的退休人士 在1998年的9月 他通过朋友认识了谷歌最早的创始成员 不久就决定加入谷歌 当时谷歌的办公室里只有4名员工 而他是第5位 从1999年到2003年的4年时间里 雷希尼全身心投入谷歌搜索引擎的研发工作中 身心疲累 于是他决定休息 但一走出办公室他就不想回来了 于是在2003年 刚好也是谷爱林出生的那一年 他决定从谷歌离职 搬到美国内华达州居住 一年之后谷歌手资IPO大获全胜 雷希尼也凭借手中的股权实现了财富自由 不用再担心工作 雷希尼曾说 他给了我做任何事情的自由 之后雷希尼便迷上了运动 成为了一名铁人三项运动员与业余飞行员 并且热衷于慈善事业 他曾捐赠100万美元帮助在太浩湖附近的 到格拉斯县推出公共巴士服务 并且捐赠了25万美元来更换 曾被用作1968年奥运会跑步者训练场的 南太浩湖赛道 而巧合的是后来长大的谷外林经常在南太浩湖练习滑雪 另一边一直陪伴教育谷外林长大的母亲谷燕 也无疑是谷外林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 关于谷燕外界也知道的信息不多 只知道谷燕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 之后前往美国留学 生下了谷外林 此后便无再多消息 不过有人找到了中国科技信息杂志 在1998年第17上刊登了一篇名为 从华尔街到中国 谷燕和他的风险投资事业的报道 透露了谷燕更多的个人信息 报道的文字和摄影记者署名为文杰 而中国科技信息杂志是创刊于1989年10月 是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主办的国家级 科技综合类半月刊属于权威刊物 这篇报道讲述了谷燕年轻时 从华尔街回到中国创业的故事 当然也涵盖了很多他的留学和工作信息 比如他曾在雷曼兄弟公司供职 曾经为中国运作了一笔两亿美元的贷款 在1997年总投资800万美元的 北京东方韦伯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 谷燕的身份是董事长 一段题为团队精神的格言 被刻在铜牌上挂在东方韦伯会客室的墙壁 这段文字就是绝不要怀疑 一小皮有远见着实和奉献精神的人 可以改变世界 因为世界正是被这样的人所改变的 而在这篇报道中 谷燕还说 中国创造着自己的历史 也创造着世界的历史 谷燕说 他曾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 参加了亚洲风险投资研讨会 在会上 他第一次听到三家世界最大的银行的经济学专家都说 中国会把亚洲地区的经济带动起来 他为此感到骄傲 他兴奋地说 中国走向世界特别有希望 而在中国搞风险投资 最困难的是什么 谷燕的答案 既干脆又出人意料 他的回答是人 谷燕很有感触地说 说他在北京招聘员工 一千人里才挑了一个 搞风险投资对人的素质要求很高 而这涉及到风险投资本身的要素条件 第一就是 人的专业素质要好 要有科技知识 管理能力和金融运作经验 在美国最富有的是三四十岁的人 这一代人把别人的钱和知识都拿来用了 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第二就是要有好的管理 有好的人才能有好的管理机制 第三就是 是否承认无形资产的价值是关键 高科技没有固定资产 没有抵押 要靠金融手段支持 光靠国家支持是不行的 因为高科技的需求很大 必须建立全民支持的体制 第四就是要建立有效的金融监测体系 第五就是 法律制度要健全 总之技术是好的 人是优秀的 管理是透明的 法律是可靠的风险投资就会取得成功 而对于风险投资 古燕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 他认为风险投资实质上应该叫做创业投资 我们要在投资过程中 把创业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 在文章中 古燕还称 他真神的希望国内外有志之士到东方韦伯来来创造中国的硅谷 他说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创造未来 而古燕正迈着坚实的脚步一步步奔向自己的目标 像风险投资一样 古燕的路是辉煌而充满风险的 但是我们相信古燕的高科技风险投资之梦必将源在中国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